中華之邦的強棄大戰 尤尾拳龍對上桃園樂天 最終是尤尾拳龍以6比3奪的冠軍寶座 而談到表現亮眼的選手就不得不提到今年23歲的龍之子徐若曦 徐若曦是睽違14年的終職總冠軍賽首戰的本土先發 而在總冠軍系列賽中徐若曦是累積了先發兩場 竹頭11局拿下一勝一敗 送出11次的三陣防禦率更是頂尖的0.82 並且幫助球隊取得關鍵第三勝 耀員的成績也讓徐若曦獲選為最有價值球員 我覺得這個MVP不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 而是屬於整個衛雪龍隊的海洋球迷 我覺得之前的過程雖然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我們拿下的總冠軍 年輕球員興奮的情緒隔著螢幕都可以感受到 然而神經百戰的大師兄林智勝 更是藉著此次賽事奪下終職生涯的第六座冠軍獎盃 這是我第六座總冠軍 也在第三個球隊拿總冠軍 在球員的鏡頭能夠在哪一座總冠軍 謝謝你們魏全龍的球迷 是你讓我們更有力量 林智勝也在賽後表示 與魏全龍的合約九到明年 41歲的他不確定是否還有機會成為球員 即便可能要面臨退休的狀況 但仍感謝這幾年來球團與球迷的支持 彩帶拋下來 屬於勝利者的彩帶在球場飛翔 魏全龍從2019年重返中華職棒 歷經近四年的努力奪得總冠軍 魏全龍總教練岳軍章也表示 雖然魏全龍對球員整體年紀較輕 經驗不比其他隊伍 但這幾年的進步他都看在眼裡 也感謝整個教練團的努力體恤才有今天的成績 原先我們在斯卡瓦台北市採訪報導